大家抓紧时间啊 你这边怎么样了 抓紧啊 还有你这边呢 来 上海子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 而时尚风潮总在欲心愿意 现场曾经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 您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 时尚中国风青年设计师设计大赛 那么首先我将介绍一下现场评委 他们分别有张雨琼张老师 熊英熊老师 李文书 李老师 方笑语 方老师 那么今天现场我们所有的青年设计师们 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作品 掌声 邀敬 谢谢大家 掌声 邀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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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掌声 邀敬 掌声 邀敬 掌声 邀敬 掌声 掌声 邀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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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的主题是雨过天青 江南给人的感觉呢 永远都是春天的 是清新的 而我觉得天青色 是最能代表春天的颜色 所以我叫我这次服装的主色调 定为天青色 而我在裙摆上 也用了一些苏绣 点缀了一点是代表春天的花朵 裙的表层呢 我用光泽度很好的欧根纱 它代表细密的语丝 这就很好的诠释出我们 烟雨江南这个主题 谢谢 大家好 各位好 我是八号选手 我觉得莫菲的设计很清新啊 很符合这次中国风的主题啊 这种设计应该对设计师的 制作能力要求很高 而且我觉得她 对绣花的细节部分处理得非常好 让她绣花藏在裙摆里面 没有宣布多主 开心今天有机会呈现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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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同意你们的观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 她的设计理念不够成熟 只是一味地在强调理念上的美感 衣服是很漂亮 但是没有态度 就好比是一个美女 虽然很美 但是毫无灵魂 所以我觉得 她会不会是还没有想好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师 再次请出所有的设计师作品 唐总 你终于来了 怎么样了 准备打分呢 你不是去开会了吗 好了 张哥 我一直帮你订阅莫菲的 请评委给六号选手沈佳希打分 张老师 八十七分 熊老师 八十分 方总监 八十五分 谢谢各位平安老师 谢谢各位平安老师 好 谢谢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西号设计师 谢谢 我很欣赏莫菲 你的作品 很大气典雅 又不失轻盈 从色彩的渐变到工艺的融合 整体设计 很示意境和韵味 浑然天成 我甚至能想像电影明星穿着你的裙子 走在电影节的红毯上 哇 那可谓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我跟熊英老师的意见好像不太一样 创作是一种语言 设计师拿他的服装作为语言 来跟观众交流 他的设计里面 有没有情感 有没有真情实感 观众都能感受得到 比起那些画拳绣腿 我更注重的是这些 所以 抱歉 你的作品表达的感情 没有打动到我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最终得分是 张老师 八十七分 熊老师 八十分 李文书老师 八十五分 方总监 七十五分 刚平安来听你啊 坐下来 对 共异跟所有观众们ус 应该是你的 saben seem to know very much 马逊 莫菲 来 恭喜你啊 你最后一名的好成绩 挤进去了呢 是啊 不管我是第几名 但我还是进了决赛对吧 你还真是个 没皮又没脸的人呢 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方总监在电视直播 当众批评你的作品 我要是你 我可笑不出来 估计早就躲起来哭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跟方总监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上次还能求他带你去慈善晚宴 怎么 这一次你没求他照顾照顾你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求了 但是被拒绝了吧 方总监能在直播里面批评我的作品 是因为我有作品可以让他批评 可你有什么 小毒鸡肠 尖酸可苦啊 你说什么 还有 谢谢你一直这么操心我 告诉你 我很好 可以走了吗 不可以 莫菲 你在这里转什么呀 你还真当自己是什么天才设计师了吗 别以为你认识两个评委 就能在这儿站住脚了 我告诉你 方笑愚可不是你能轻易傍上的 方总监 来小曼 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 能不能学聪明点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要帮什么男人 莫菲 还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啊 还生气呢 我没有生气啊 没生气啊 那走吧 我送你回去 没关系 不用了 我家离这边也蛮劲的 自己走回去就好了 这不是还是在生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客观地讲 你刚刚说的话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我说的是有道理了 大半部分都是有道理的 那就行 我送你回去 你要喜欢这些东西就拿去 我也不用了 那我先走了 你以为我夸你的那些话都是假的吗 你以为我在咖啡店说让你做我的助手 就是随便说说呀 我希望看到的莫菲 是能创作出用心作品的人 还不是为了比赛 故意先进你 你也不希望文西大评委一样 在台上挖空心思地去夸奖你了 如果你真的没生气 就学会做一个成年人 上车 好 我就告诉你 我为什么给你打七十五分 轩哥 怎么到处找不到人啊 你要不要给打电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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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哥 方总给她带走吧 好